都是娘家人 都是自己人 对 不用紧张啊 好嘞 等会儿要表演确实很紧张 因为这是我第一次在 星级 我老婆的家乡 也是我的第二股乡 参加表演 希望大家都鼓励鼓励 谢谢大家 我叫慕爱明 我来自伊朗 今年是33岁 我原来是在 北京对外经贸大学 说的是中文 我来中国是10年来的 现在来中国差不多是13年了 我对中国文化非常感兴趣 所以我来中国之后呢 也爱上了这个国家的一切 所以也决定留在中国留下来 在这里生活 晚上一起守岁 然后看春节联合晚会 基本上就这样 还有孩子们的压岁钱 对 初一才半年吧 这是包饺子 19日子的一堆包饺子 肯定是黄金肉丁的少不了 好 黄金肉丁的少不了 叉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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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白 我来新智子的时候呢 很多朋友会经常叫我单名 我们一块吃饭 给你介绍更多的朋友 他们在介绍我的时候 说他是单名 最后说一句话 这里人就是自己人 这个是我很感动 他们把我当成自己人 所以我在这里没有孤独 这里是我的第二鼓声 这是我感动到很重要的一点 所以我也希望 通过这一次的存完 来尝那个中国心 来表达我对这些 亲朋好友们的一个爱意 我和我太太教策 是2014年 我们是在北京认识的 我和我太太呢 我们有两个孩子 大的是女儿 她叫穆十一 小的是儿子 她叫穆一框 我们决定是回新智 因为我太太的父母年纪大了 我现在主要是做博主 把中国的文化 传播到世界各地 拍一些中国的一些地标建筑 一些中国的文化历史 把他们的这个历史的来龙去脉 在我的视频里给大家讲一讲 在我眼里中国的全界非常热闹 而且中国人是比较顾家 他们是不管是在这个世界各地的哪个地方 他们会想一些办法 过年的时候回家 给家人一起过年 这个是让我感觉到很幸福的一件事情 回国看看父母的时候 正好也是中国的群结 那个时候呢 我太太是准备做饺子 还有火锅 我的父母呢 也希望帮忙过来 擀一下那个饺子皮啊什么 但是他们就是没学会 不过呢 他们也是为了祝贺我们一家人的这个群结 他们也行忙东忙西地去准备一些材料 当时我记得我太太做了一个羊肉蘑菇的馅 叫了一些亲戚过来家里 一块吃了火锅 一块吃了饺子 大家对这个中国的美食的味道还是挺感兴趣的 觉得都觉得挺好吃 中国群结是家庭团聚的重要节日 现在也成为了连接不同国家和文化的桥梁 我计划今年三月份 骑摩托车走跟船中国 通过我拍的视频 把中国古剑之美 文化之美展现出来 也希望看到我视频的外国朋友们 能够来中国 了解真实的中国是什么样子 祝大家青春快乐 龙年大敌